好 最后我们把单约试试做一下 单约试试要能涵盖所有的功能 比如说谁关注了谁 谁去要关注谁 我关注了你之后 我是不是你的粉丝了 对吧 你关注了我之后 我是不是你的关注人了 对吧 这些信息都要去给它测权 好 那在测试试之前呢 我们要去先把这些用力跑一下 完成之后呢 我们要再去开发自己的用力 这个时候要用两个信息的信息了 就这个地方 我们要模拟一个关注和被关注的关系嘛 那肯定至少需要两个用户的信息去模拟 要不然是我们自己创造 要不然是我们用现成的 对吧 那你一个用户肯定是模拟不了 两个用户之间的这种关注关系的 所以说它是组合的一个事情 这也是我们不得不做的一个事情 OK 那到此为止呢 我们就直接去运行NPM Run Test 还是忘了一点 就运行之前呢 我们要先保证这个张三 比如张三现在的这个Cookie 看看是不是和 OK 我们从这个微博的SRD开始 就这个Cookie 然后和我们的 这个是不是还是一样的 不再一样了 对吧 又重新登陆了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Cookie改一下 改一下之后 我们再去运行这个NPM Run Test 稍等一下 OK 没问题对吧 我们说过啊 我们需要两个用户的信息 所以说两个用户呢 信息为了不孔小呢 我们就这个地方 就给它命个名吧 比如说叫张三吧 对吧 张三 张三我们就写个Z吧 可以吧 这样的话 Z的Name就是张三 然后ZCookie 就是张三的Cookie 我们再看一下 还需要一个ZID ZID应该是1 张三的ID应该是1 我们去数据库里面 验证一下是1 张三的ID是1 这些数据呢 是你在实行那个 单案测试之前 需要准备的 对吧 好 然后我们保存一下 我们看一下 之前是有个 有个Name和Cookie 对吧 我们要把之前 那个也用给它改一下 就哪个地方 看看用了 这个没用 然后这个也没用 Blog里面应该用了 Home里面 大家看这个Cookie 对吧 我们这个地方 既然改成ZCookie了 那就用这个ZCookie 就张三的Cookie 就可以了 好 当然它要 这儿要一块改过来 对吧 OK 那ZCookie 我们在Home Profile 我们看 这个地方有 所以说我们这个ZCookie 还用的挺多 我们看别的地方 还有没有 好 然后这个ZCookie的Name 也得改一下 OK Square 这也是 同理啊 这个ZCookie 要给它改一下 之前这个命名 就是一个人嘛 所以说 也没必要 前面加前准 OK 改完之后呢 我们还需要 再重新去跑一遍 就是避免 我们改对了 是不是有问题 好 那问题说明 我们改对了 对吧 改对了之后 我们再去加 因为两个用户 对吧 然后加上李四 对吧 李四 比如说叫LID 等于李四的应该是2 好 我们看一下 李四的ID是2 然后L UserName 是李四 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L Cookie 就是李四的Cookie 是多少 对吧 李四的Cookie 我们可以这样 就是我们可以 刚才我兴起了一个浏览器 也是我用了 Chrome的隐身模式 隐身模式 然后这是法文 用李四登录 李四登录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地方 看到Cookie 然后我们直接考过来就行了 跟之前拷贝是一样的 好 大家看张三李四的Cookie 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吧 OK 那有了张三的UserName和Cookie 有了李四的UserName Cookie和ID之外 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确定的去完成 我们这次的这个DNA测试了 那我们在这个TestUser下面建一个叫relation.test.js 也就是说关系的代言测试 别忘了写住试 用关系代言测试 OK 那首先啊 我们肯定得把这个server给引进来 对吧 我们要调用这个API 肯定把server给引进来 然后server引进来之后 我们可以用server调用什么API呢 在前一小时说过 API只有一个关注国 全关注这两个API 对吧 那如果我们想要去获取 关注人或获取粉丝页表 它是没有API的 所以说这个情况我们得把那个src里面 controller里面的这个getfans和getfollowers 这两个函数给它调用过来 比如说我们获取fans 获取followers这两个 就是获取粉丝和获取关注人 这两个呢 我们必须通过这种函数来调用 对吧 要不然的话 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 因为它没有提供API srccontroller userrelation OK 那我们把这两个函数获取出来 目的是为了获取粉丝列表 获取关注人列表 反正之后呢 我们需要把这几个都弄过来 cid 然后 cusername zcookie 然后接下来是l的 对吧 我们就简单靠一下 把这个给它换成l OK 就张三的和李四的信息给它弄过来 从哪呢 从我们这个testuserinfo里面引过来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做单元测试了 好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开始写 首先呢 就是无论如何 先取消关注应该成功 什么意思呢 我们写完再说 这个时候呢 其实就是说 我们先让张三取消关注李四 这个时候是为了避免现在张三关注了李四 对吧 就如果是 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测试这个张三关注李四这个功能 那你已经关注了 那我们再测不就失败了吗 所以不管怎么样 那我们先取消关注这个时候不管你张三有没有关注李四 我们先给他来一个取消 那这个时候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好 取消关注呢 是post 然后apiprofile 然后apiprofile unfollow 对吧 这是取消关注 取消关注的时候需要send一个useid对吧 useid是谁呢 那就是李四的useid对吧 就是说我要取消取消关注李四对吧 谁取消关注李四呢 setcookie 应该是张三的cookie OK 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 就是以张三的cookie去登陆 以张三的名义取消关注李四 这个没问题对吧 执行的api取消关注的时候 传入谁就是取消关注谁对吧 然后当前的cookie就是说登陆的这个用户是李四 OK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不用管成功或失败了 对吧 反正我就执行一次取消关注 结果爱怎么样怎么样吧 我也不关心 所以说我们这个可以写个lixback的e2b1 反正我就执行这么一次的api 就是让张三去取消关注李四 现在不管取消能不能成功 就是不管这次结果能不能成功 最终的结论是张三能取消关注的李四对吧 就是说当前如果是张三没有关注李四 那执行取消 那就白执行了 我无所谓 如果当前张三关注了李四 那么执行取消正好取消关注 正好符合我的需要 所以说这个结果是怎么样 对我来说没有关系 所以我就随便写一个对应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相当于是个准备数据的过程 取消完之后我们就可以添加关注了 对吧 添加关注 test 张三 关注李四 应该成功 有时候不管怎么样 我们先把它关系给它断开 断开之后我们再重新来 对吧 这样就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你也不用做什么判断 好 serv.post apiprofile follow send 这个应该都是一样的 我要关注李四对吧 那就是把这个李四的ID给它 用在 然后cookie肯定是张三的cookie 对吧 张三关注李四应该成功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端言了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成功 需要的成功 对吧 这个地方应该成功 这四个字我们不应该写 就是 罗路就说先取消关注 写过怎么样 你就不管了 再往下添加关注应该成功 完事之后呢 我们就去获取粉丝 对吧 张三关注李四呢 你获取李四的粉丝就可以了 对吧 所以说test 获取李四的粉丝 应该有张三 对吧 这个没有问题吧 好 那我们就看一下 result复制成 await 获取粉丝怎么办呢 获取粉丝 我们肯定是用这个getfines的方法来去做 因为这个复制粉丝 没有提供api getfines 我们去获取谁的粉丝 获取这个李四的粉丝 对吧 比如说李四的ID传言区 获取李四的粉丝 然后count 和这个fineslist 就这个 getfines返回的是 这两个数 对吧 fineslist 然后result.data 通过result.data 这个我们之前已经写过了 写过这种形式 好 那has 我们定一个hasuser name 就看它有没有张三 对吧 然后fineslist.data 通过sam就可以了 sam就找到一个就可以了 好 我们对这个fineslist的应用便利 看看这个fineslist里面 有没有一条信息 是等于张三的 user name 等于什么呢 等于张三的user name 好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expect fineslist的第一个content是要大于零的 对吧 好 大于零 因为你这个张三已经关注了李四了 对吧 获取李四的粉丝这个数量肯定是大于零的 至少有张三嘛 对吧 这有个张三 所以它至少是个一嘛 所以大于零 然后expect expect的这个hasuser name 也是to be true 比如说从李四的fineslist里面中 我们能找到张三 因为它是关注了嘛 对吧 同理我们要获取 什么获取关注人 然后获取粉丝要获取关注人 对吧 获取关注人呢 跟这个是一样的 就是获取张三的关注人 应该有李四 对吧 逻辑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就快速写出来 获取关注人呢 我们应该是用getfollowers getfollowers从上面来 获取张三的关注人 对吧 我们把这个张三的ID给它传进来 OK 那也是一样 让我们去拿到这个数据 看我测课这个followers followerslist 图示成results.data 从而怎么解构出来 跟这个逻辑是一样的 我们直接可以考过来 followerslist hasuser name等于followerslist的sum 这个info应该是这个followerinfo followerinfo 叫user name等于 因为它是获取张三的关注人 所以说应该是有李四 对吧 OK 好 断言呢 其实也是一样的 就是count 因为它是关注人嘛 对吧 count肯定是大于零的 然后hasuser name呢 就是to be true 它是有李四的 这是获取关注人 再往下呢 就是因为我们你看 关注执行测试了 然后获取粉丝列表 执行测试了 获取关注人也执行测试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测试这个最后取消关注 对吧 好 取消关注呢 看一下 就是张三取消关注 李四应该成功 对吧 这个取消关注和上面这个取消关注 应该逻辑是一样的 那我们先把它考过来再说 再改 取消关注 然后张三的cookie取消关注李四 这个时候呢 expect就不能是不管了 对吧 我们要严格的保证这个expect是成功的才行 OK 大家看我们是怎么做这个单级测试的 其实就是根据我们日常的逻辑来做的 李四这个cookie好像没有用到 对吧 没用到没关系 没用到我们就先删掉这个李四的cookie 好 那我们看我们这个逻辑 就是先把数据清空 对吧 我们先不要有什么数据干扰我们 就先把数据清空 先去尝试让张三去取消关注李四 清空之后 我们再去招办你的签加关注 签加完关注之后 或许粉丝看看对不对 那或许关注为列表 看看对不对 然后再去取消关注 看看对不对 这样四个用力 就可以把我们这个功能给的测诠 好 那我们可以试着跑一下 看看有没有错 写的比较快 可能哪有一些不小心的错误 稍微等一下 OK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刷新李四这个应验的时候 没有启动 好 发现这个李四这个应验的时候 就是他已经没有粉丝 就之前我没张三关注过李四 但是这时候他已经没有粉丝 为什么没有粉丝呢 因为我们的测试用力里面 最后是张三取消关注的李四 所以说我们在做完再测试之后 李四的粉丝永远是没有张三的 我们可以手动点一下关注 手动发现一下 把这个粉丝带给弄出来 好 我们把代码给提一下 好 这个改的全是代言测试相关的对吧 OK 代言测试的这个Commit的时候呢 前面要用Test做前队 关注和取消关注的单元 就不用写了 反正就Test嘛 就是测试这个东西 对吧 好 我们把分支给它提上去 好 提上去之后呢 我们按照到现在为止 我们这一张就是关注我 需要关注这一张的 所有代码就已经开完了 开完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代码给它提上去 提上去之后呢 我们要take out一下master 然后我们power一下master 虽然说什么意思power不下来 但是这是一个看似多余 但经常会用的 或者说经常被忽略的 一个好习惯啊 然后more more质疑一下这个 就是fence 把代码都押上来 more质完之后 我们就把这个代码都提到master上去 这样我们代码就在master下完了 OK 到现在为止 我们这一张的内容呢 就已经讲完了 讲完之后呢 我们简单做一个总结吧 看看我们都做了什么东西 这张的整个做的内容呢 就是关注我需要关注 即显示粉丝和显示关注人 这两个列表 即我们用作那个个人主页的一些改动 个人主页的个人心心的一些改动 首先呢 我们是创建了用户的关系 对吧 大家想一下 用作是雷石那个关系 而且创建用户关系的时候呢 还和用户的这个 一两个外界关系 而且这部分呢 我们在讲课的时候说过去 这部分还是比较麻烦的 大家要好好看一下 特别是用他们的这种关系 去获取粉丝和获取 关注人列表的时候 有点绕的 最后呢 查看文化代码 就是我们看一下 我们把粉丝列表的组件 以及关注人列表的组件 都给他弄过来 然后把代码做了一下查看 然后是路由和最后的开发 就是我们真正的把粉丝列表 关注人列表 以及关注我需要关注 这两个功能都做出来 最后呢 我们就要单元测试 单元测试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们怎么去 通过四个用力 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做完 而且呢 我们做的应该还算相对全面 就是把整个流程都给他串上来了 从关注到 或许粉丝 到或许关注人列表 到区别的观众 把流程给他串下来 然后把这个测试给他走完 那本章内容结束 下一章呢 我们开始做首页 就是我们这个系统中 算是最麻烦的一个页面 做首页 全面的一个页面